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鹿岛队的江白龙 维特宋温准备上场 他们的动作是 101B 你准备好了吗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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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直在等这一刻 刚才我们说了 江白龙的这一跳 基本上属于盲跳 他的搭档 维特宋温可以说是压力山大 希望他们能够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能够发挥出他们应有的水平 我们现在看到维特和江白龙 缓缓地走上跳台 期待他们的表现 我一直在等这一刻 什么都不用想了 只快去掉 预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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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技术分 8.5 同步分 8.5 十得分 38.25分 8.5 同步分 江白龙和维特苏恩这一跳 追回了不少分数 现在我们看到第四轮的结果 刚刚队依旧是第一 行行行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与第一名的分差不大 接下来是港城队顾云飞和陆浩然的第五轮动作 5255B 难度系数是3.6 吃完菠菜 大力水手可要发威呢 看来 我们也是时候拿出点成绩了 拿出你的实力吧 别保留 你撑得住吗 跳了不就知道了吗 好 好 OK 好 好 这样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得分97.8分 我们可以看到啊 经过这一跳 第一名的岗城队与第二名的牧岛队的分数 再次拉开到了三十多分 你这样下去的话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的 你现在已经脱脂了 目前最重要的是把你的伤势处理好 如果你得接受这样长时间反复撕舍的话 那你 我现在真想赢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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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样 这要够劲吧 一瓶还不够 你干什么 我需要更多 这东西本来就是禁药 吃多了会出大麻烦呢 禁赛呢 简直是疯了你 要是被查出什么事 别扯上我 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 这个你没关系 那跟谁有关系 还是因为白龙对吗 我说过 会赢的 输赢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赢他 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 你那些破玩意儿带给你的荣誉 赢了又有什么意义 你完全可以去举报我 你 下一组选手是 江白龙和韦特宋恩 他们的动作是 六二四三D 六二四三D 碧莉向后翻腾两周 转体一周半 这个动作的难度细数呢 是三点二 没事吧 没事 你随时 你随时 那些把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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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预备 炖 看来江白龙这一跳啊顶住了盲跳的心理压力 希望他们在最后一跳也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 白龙 你的眼睛 我看不见了 我去找医生 维特 别去了 不能让他们知道 我们还在比赛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想比赛 维特 我求你了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比赛了 别这样 我求你了维特 木头 我不想放弃 你也别放弃 如果要拿你的眼睛换这场比赛 我宁可放弃 下一组选手 陆岛队 江白龙 维特 他们的第六组动作 109B 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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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白朗 我这次回来跳水的最大的原因 是你 那天 我看到你跳下水去救好人 我就在想 和这个人一起跳水 可能也挺好 所以我就决定来这里 一起吃 一起住 一起训练 我不知道你的想 想法是我和我相同 但 现在 在我的心里面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现在 你的眼睛这样 我 我感觉都是以为我 我们 我们还进去吃什么 放弃吧 贝勒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倒调水果吗 咱俩 老实对着干 那时候每次训练 一进到管理 大家都是围在一起训练啊 玩啊 就你 偷懒 还要我每次盯着你 但我知道 你不一样 你还记得当时 你还记得当时 你挑最后一次吗 维特 为了你 也为了我 我们一起去完成 好吗 维特 维特 维特